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还是锁定考间两院的院长副院长 以及这些相关的委员们的这个提名的争议 国民党不断的举出说难道不能提一个高峰谅节的人 很多云友也回问国民党 你们过去提的人保证每一个人都是高峰谅节吗 换成民进党提名 难道他提名的人就一定是得不配位吗 看一下相关的新闻内容 所以我们再次的呼吁国民党停止抹黑城区 有证据就拿出来没有证据就请闭嘴 花妈也好举姐也好 他不只是高雄市民当中非常温暖的一位长者 他也是伴随着台湾所有民主先进 留下血汗一路走过台湾民主奋斗时的民主斗士 陈菊不曾被弹劾 光陈菊不曾被弹劾被抹黑城 陈菊被弹劾不能当监察院院长 事实是 局解在高雄市长的任内还债比举债还要多 国民党请回来立法院 我们可以用这个立法院的平台提供更多的机会 让你来询问我们监察院长的提名人陈菊 在他的任内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能不能担任监察院长的重任 好回到现场 昨天有一位我们群组里面一位历史系的教授 说他说陈前市长陈前秘书长 因为这个被提名被炮轰一顿 他说大概可以用毛泽东过去批评刘少奇这句话来比喻 他说五毒俱全十恶不赦 真的这个被提名人陈菊 真的这么的五毒俱全十恶不赦吗 难道双方不能够回到一个所谓事实基础的基础上面 来好好沟通 来好好来监督陈前市长的提名吗 国民党批评陈菊 贪腐陈出不穷 民进党团说没有证据就请你们闭嘴 施芳伟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国民党团这一次特别锁定 所有监察委员跟考试委员的提名人陈菊 大概有两个比较大的战略 第一个就是因为监察院长这个席次 大家都觉得说这个监察院跟考试院 已经都废掉了干嘛再提名陈菊 然后陈菊后面就是蔡英文 所以如果能够打到陈菊的话就打倒蔡英文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刚好跟现在这个高雄市 正火热的高雄市长选举有关 因为陈菊曾经在前面有12年的时间担任高雄市长 他担任高雄市长在做这个所谓的行政长官的时候 一定会有很多治理上面的问题 不管他市政满意度是不是人最高 所以就打他的这个缺点 那两个加在一起 所以这一次所有的临时会的重点就锁定是陈菊 好像所有立法院113个人要选择这个临时会 就是为了陈菊一个人 其实错的 这是除了考试院监察院NCC以外 还有三个重要的工作 包括我们的前瞻预算 提供审查要500亿能不能通过对于未来的防疫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所有媒体上的缺点 都会指定所有媒体上出现的就是陈菊是缺点 我也觉得奇怪陈菊怎么跟我以前认识的陈菊不一样 听起来就好像他已经是汪洋大盗 那为什么蔡英文去选择一个汪洋大盗 来担任这个监察院长 是不是让我们以前想到一句话 就是我们找一个这个流氓 来当的话就可以变成立地成佛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是因为网路上面对于陈菊的认识不够 很多关心党外运动威权时代到现在人都知道陈菊 他其实在人权上面其实是一把兆 全台湾这样找下来 你只要讲得出名字跟人权有关的都是跟陈菊有关 今天我们跟几个年轻的这个立法委员在跟他们谈的时候 包括陈菊从这个不管是这个同志的人权也好 外配的人权劳工的人权 甚至是更早以前追溯到原住民处境的问题 他都花了很多的心力 所以这些以往的历史都被断掉了 那所以现在国民党团在批评他的时候 全部都是高雄市长任内出现了什么纠正案 弊案弹劾等等这些 所以他叫德不配位 然后又说他是这个民进党籍 没有错 陈菊他确实是民进党籍 是民进党的大佬 可是他在这个总统府提名记者会上 第一句话就说 如果他有可能担任监察院长的时候 他不是只有选择不再担任党职 而是选择退出民进党 这样子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以前包括王健宣也好 或者其他人他是选择不担任党职 可是他仍然有党员的身份 所以用这样来表态表示说 他要全心全力 离开他一手创立的民进党 这个情感上的割舍是很大的决心 跟其他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是觉得无论怎么样 不管是国民党籍 或者是时代力量 或者是民众党的朋友 回到立法院的平台 来参与这次临时会 对于考监委员的审查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是杜老师 这个国民党炮火猛烈 从主席已降 大概是难得看到这么团结 一致对外的一个景况 来看一下这个主席 江启臣他的脸书说 民主人权不是陈菊你的专利 他不否认说陈菊女士 在人民民主人权上的贡献 他说不是你的专利 OK那当然不是陈菊的专利 但为什么你不能够 间接的肯定说陈菊 在民主人权上不是专利 但他的具体贡献 你总应该有看到吧 回悟回避高雄市长 任内弊案的相关劣迹 陈市长如果在他的任内 有任何的弊案 有任何劣迹该怎么办 该怎么检讨 我觉得在一个自由民主的 中华民国没有任何 推多逃避的空间 那就回来好好谈 就事实论事实 哪一个事情他被纠正 关不关你事还是关别人的事 哪个到底会被弹劾 好好拿出来讲一讲 看一下国民党的文传会主委 王玉敏 轰陈菊市府团队贪腐贫 王玉敏说中华民国没有 更高峰亮节的人选吗 OK好 我现在第一次知道说 监察院院长是要高峰亮节 做一个道德选项 陈菊高雄市府团队的政务官 污点事件部 点了好几个什么王端仁 吴鸿谋 李瑞昌 赵家宝 点点点等等 列出好几个五大爱将 一二 OK 这个三 什么四 五王端仁等等 这个陈静德 每个他们认为都有很严重的 一些必须接受检验的事情 提到说几个他的事务团队 知名的贪赌案件等等 也列了好几条 OK 国民党既然这么有备而来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去进攻立法院 为什么不在立法院的平台上面 一条一条跟陈市长 说陈局备提名人 好好对职质询 你给我个交代 你的判断是怎样 这件事情我有两个层次的看法 一个层次就是说 我不是基督徒 但是我知道圣经上面好像有那么一段故事 就是说有一个妇女要被这个大家认为说她是无恶不赦 对不对 那耶稣就说了 你们自己认为自己没有罪的人 就拿石头砸她 没有一个人能够砸 没有人敢砸 对 请问哪一位做过这个县市长 或者是做过政务官的人 没有犯过错 没有做错过决定 我们说如果说他的副市长 或者他的幕僚有些什么事情的话 那我请问朱立伦在做桃园市长的时候 朱立伦在做台北市长的时候 新北市长 新北市长的时候 都有副市长或者是局长被罚办 而且是贪污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用同样的标准去看这件事情呢 所以我想这个不必太夸大了 那么第二件事情我觉得 陈菊当然是在这个民进党来讲 他的辈分是非常高了 是最高的一倍 那么就是从美尼岛那一带开始 那么但是中间其实他还做了很多事情 比如他做过这个那时候的劳委会主委 就是现在劳动部的部长 那么为了一些劳动人权的部分 也争取了不少 那么就算说他在这个高雄市任内 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合适 但是这个也不构成说他继任下一任公职的一个 就是一个必须要不能够任职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那么我认为这件事情有一点点是在这个罢韩之后的一种这个延续 也就是说报复性干扰 报复性的 对大家认为说当时这个我们 你罢我韩国瑜我就罢免你 对韩国瑜选的时候他就是以陈局过去的一些施政 作为他的一个攻击的要点 那现在这个被罢了以后 那么有一点报复性的心理 我觉得这两个层次都不是好事 我们作为一个健全的这个在野党 那么也要有在野党的高度 我们不必为了一个单一的人选 马英九提过的人选里面全部都是圣人嘛 恐怕也不尽人嘛 对不对 那么不必为了一个单一人选 就废除了整个国会的这个任务 国会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不只是刚刚这个刘委员提到的像预算的审查 其实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件事情呢 就提高到宪法的层次 就是说我们就把这个考间两院就把它废除 那么我们两党就开始来讨论这个事情 我们除了要把这个18岁的这个投票权 这个就是入宪以外 那么我们就是我们可以给这个考间两院一个落日条款 比如说四年后六年后就要完全废除 或者是两年后要完全废除 这可以协商嘛 第三个我们还甚至于可以讨论到 就是说更重要的事情 比如说台湾到底究竟应该是一个 完全的总统制还是内阁制 大家把它定义清楚嘛 对不对 像这么重要的事情 才是一个在野党应该要提出来 希望执政党去把它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结果现在跑去没事在立法院19个小时 成了一个网路上的大笑话 很多年轻人拿这个当做一些苦手的事情拿来做这个 我觉得对国民党的形象有极大之伤害 OK好非常谢谢老师的评论 以前我们在研究所的时候 那时候传统的行销学 因为面临新的一些所谓神经科学的介入 我用介入 所以过去的所谓后色型的理论 都必须提出神经心理学的前提的假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